屏東霧台衛生所 日前因為人員控管出包了 導致21瓶疫苗 在冷藏運送過程當中出問題 隨後還把這些疫苗 為46萬民眾接種 當地衛生局介入了解後 立刻下了禁打令 封存有疑慮疫苗 這個承辦人員 因為疏忽記大過處分 還要進行疫苗效力的判定 防範病毒侵襲 政府力拼疫苗覆蓋率 卻往晚沒想到 進入衛生單位 將運送過程有瑕疵的疫苗 注射在民眾身體裡 屏東霧台衛生所 日前人為管控出包 員工未依疫苗 領取標準流程作業 讓疫苗在運送存放過程中 有24小時沒有溫度監視 又未在第一時間通報 導致疫苗冷孕冷藏過程 出問題 而更誇張的是 衛生人員似乎不當一回事 竟繼續將有疑慮疫苗 接種在46位民眾的身體 消息一出 當地居民紛紛覺得太離譜 太嚴重了 出事情誰來控制 那是不應該啊 只是他說這樣怎麼會有效 只是東窗事發後 衛生單位這才下禁打令 並封存有疑慮的21瓶疫苗 除了對疏失人員懲處 也進行疫苗效力之判定 衛生局已介入調查並將調查報告 提報至疾病管制署 依其判定的結果 其專家建議進行後續處理 此外衛生單位也成立關懷小組 對這46位民眾持續14天健康關懷 只是疫苗運送存放出問題 還繼續接種 也不禁令人質疑 當地衛生單位 是不是防疫八條沒上景 記得蘇水平報導 還要關注淘基航警的 基因定序出爐了 確定是俗稱Omocron妹妹的 新冠亞變種BA.2 台灣至今至少是有 三條BA.2的傳播鏈 而日本最新研究發現 BA.2的感染力比起BA.1 高出了百分之三十到五十 而且對先前免疫也更具抵抗力 因此認為BA.2 應該要擁有自己的希臘字母命名 來密切監測 不過國內醫師看法倒是很兩極 有人覺得兩種特性差不多 不需要太擔心 但也有醫師認為 BA.2的感染力比較高 台灣只要把病毒放進來 就有威脅性 Omocron從今年一月以來 成為台灣本土疫情主流病毒 Omocron又從BA.1 再變種為BA.2 日本醫學期刊上 刊登了最新研究發現 BA.2的感染力比BA.1 高出百分之三十到五十 突破免疫的機率 也比BA.1高出2.9倍 抗藥性高6.4倍 對治療Omocron的單克龍抗體 具有抗藥性 也可能會逃避疫苗產生的免疫力 同時也發現 感染BA.2的白老鼠 肺功能恶化程度 比感染BA.1的白老鼠更嚴重 認為BA.2不應被視為 與Omocron的亞變種 應有自己的命名 而且被視為一種獨特的變種病毒 密切監測 跟Omocron來講幾乎都是一樣的 所以沒有什麼差別 它對於疫苗的效果也還可以 因為台灣社區整個是一片白紙 所以說任何的變異株進到 那個台灣這邊來 其實都會有可能遭到直接的危險 對日本的研究 國內專家各有不同看法 其實BA.2在台灣早有蹤跡 一月底爆發的高雄港群聚 台灣女族代表隊 前往印度參賽 纜上來自菲律賓和印度的BA.2 而最新被定序出來的淘機航警 也是BA.2 但跟高雄港序列不一樣 國內現在已經有三條 BA.2傳染鏈 一屆高度懷疑高雄港群聚 擴及到砂市場 煉油廠 恐怕也跟BA.2的病毒特性有關 醫師表示即使病毒演變 傳播力越來越快 但只要疫苗含蓋率高 重症率低 未來應該就是與病毒共存 記者菁英璇 周忠麟 台報道 也要來關心房屋代銷人員 延伸的24起宗教團體傳播鏈 再加一 有外擴跡跡象 新北市板橋某所國中學生 因為參加了撐酒驗 被驗出確診 衛生局匡列同班同學 在總軟件又發現一名學生染疫 讓專家很擔心 認為至少要觀察到3月上旬 但指揮官陳時中維持著樂觀態度 認為以目前來講 可能必須要觀察2到3天 再來做評估 宗教團體春酒宴一頓聚餐 KTV歡唱第一階段採檢 八十多位與會者累計二十四人確診 但擴大匡列篩檢後卻發現 一名曾經參加春酒的 新北板橋某國州女學生 她的同班男同學也染疫CT值三十五 不排除是剛感染病毒量 才會比較低 由於整間學校已經有兩人確診 宣布停課十四天 累計至今宗教春酒宴 傳播鏈再加一 到目前是一加一吧 傳給一個同學 至少我到現在玩 我只知道這個而已 都檢驗過 那很幸運還是陰性 不過這還是不能大意 指揮觀察時中前一天才說 幸好宗教團體春酒宴 來得早只要觀察2到3天 如今似乎有外擴跡象 再加上不少個案 職場活動範圍廣 平凡與人接觸 專家保守估計 至少要觀察兩個潛伏期 至少要到3月上旬 才能清楚疫情趨勢 看起來有因為傳染到第二圈 傳播鏈上可能要再留意說 是否還要觀察10天 如果在這10天之內 傳播到第二圈 甚至有第三圈的族群 有擴大的跡象 就要觀察到3月 甚至3月初到3月中左右 看完才會做一定的評估 所以至少要看個3天 到今天第二天來看 這樣看起來 目前還算是可控 基本上我不認為 這會影響到我們3月 整體的一個政策開放的腳步 面對作交群聚 阿中部長依舊樂觀看待 還不至於影響到 3月開放生物人士入境的政策 但整條傳播鏈 是否能夠及時止住 只怕還需要時間驗證 請問我 出走潮 消息傳出 長榮航太的維修人力 離職超過200人 華航也有130多人離職 甚至引起了民航局的關注 要求兩家國籍航空 要盜局說明 航空公司回應 目前因為疫情 處於客運的淡季 維修量能 暫時不受影響 但未來會趕快補足人力 落實訓練 年後轉職潮 科技業大舉招募 捧百萬年薪搶人才 挖腳挖到航空業 導致航空維修人員 爆發出走潮 甚至引發民航局關注 要求兩家國籍航空說明 維修人力異動 及航機維修狀況 華航傳出離職 130多名維修人員 長榮航太甚至超過200人 而科技業搶人大戰 台積電聯發科 今年增上萬人 艾斯莫爾也開出大量職缺 有航空維修人員透露 原本年薪約60多萬 轉科技業翻北跳 上看120萬 航太領域 航太領域跟一般的移工領域 工程運用功能計算上面 他們其實是有互相相通的 但是航空的這種維修領域 它有多一個機型的一個資格的話 你可能就可以加到這樣子 相對的一個數字 所以資深的人員來講的話 被挖走的可能性就相對會比較低 對此長榮航空回應退休及離職 律署可接受範圍 短期人力需求 透過不同部門支援調整 長期人力需求以對外招募方式補齊 華航也說維修人力異動 多數正常人員流動 對相關業務運行沒有影響 目前也正對外招募 人才流失 航空業積極補人培訓 必得趁全球解封前 提前做好準備 記者正在周圍捷特報導 記者正在周圍 記者正在周圍 幕臨時 請停音質 充分 無 無